三个中产党 今天有Kelvin经济教授 因为这个节目有他 当然有一个话题 不会不说的,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实上年我们都好像在做这个节目 但我们上次没有说 因为上年获得的经济学奖 是很难的,是一般人不明白的 就是掀起了两次热烈的讨论 就是近些几年 一个就是Taylor 因为我们说是行为经济学 而今次我们说是Duflo 还有Benagy 还有Michael Kramer 就是发展经济学,就是解决贫穷的问题 这些就很贴地了 记得上年经济学奖是谁 我没什么人知道 是不是环保那些? 不是的,也是环保 还有些是计量经济一些 不是Northouse 前年 但是总之就是今年就开始多人说 因为这些东西是很... 一般人都说得明白 但其实他说的是低能的 我不是说大家英文很不懂 我听很多人说 连他的名字都说不清 大家是很不知他原本是谁 不疑 不疑 容易听得明白 一般人比较吸引 是的 我也拿了这本书来 这本书是我早前在台湾买的 叫做Poor Economics 即碰人经济学 基本上现在所有人都说这本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本书是有翻译 他还有一本 《Good Economic Times and Hard Life Good Economics》 那本就还没翻译 接着Kramer有一本 其实在外国很出名 就是这本《Strong Medicine》 就是说那些政府资助的疫苗去发展 又是没有中文译本 所以每个人都说这本 因为这本就是中文译本 因为我这本是很离地的 因为我这本全部都没看过 是的 但是你真的是行家的时候 会看那些research papers 就是看他们做什么研究 就是由九个年代 因为我读研究院的时候是2000年 Deflo 也很红 他就来过资加哥 跟一些研究生分享 他研究心得 这个我都说了一些八卦 我都是看Levit 他在Blocking 不知道在哪里说的 他就说当初 Deflo 去资加哥 讲了一些讨论的时候 他那时候的经济系 已经是看中了他 就找了他做这个interview 找了另外法国有个经济学家叫Saa Sia 他们两个在那时拍拖 现在人们经常说Bernacci 是跟他是私生戀 但其实那时候他根本不是跟Bernacci拍拖 原本听说已经给了10年合约 但最后他也是选择不在资加哥 现在当然是MIT 其实这些人因为这次三个经济学奖得主 两个是MIT 一个是哈佛 他们都说现在资加哥 其实哈佛和MIT 我哪些人不知道 大部分行里的人都当成为参唐一学校 他们是很接近的 他们的教堂好 他们的人好 都是走来走去 其实是很接近的 他们也说现在很多央行行长 前的央行长顾问等等 很多MIT 但这些人从来都是 尤其是说环工经济的 比较少是资加哥 资加哥那些政府不要理 不要说那么多 就是鼓励他做多些 他理论性强一点 你说哪个理论性强一点 资加哥和理论性强一点 你说理论还是改实没有 因为他上面 East Coast Cambridge 所谓是Cambridge 主要是哈佛和MIT Cambridge 那些Economist 最低限度我们的分数 譬如说在FED 里面的人 就说他们仍然是信有flip curve 觉得是unemployment 和inflation有trade off 资加哥普遍都不信 那你不信的话 你去FED 做什么 所以从来没有我们的人 去FED 做事 所以他们传统是 FED 里面的人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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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政府如何干预 Keynesian 那些东西 所以这个传统是存在的 刚才你说到 說是不是我們老婆說的 是否說中央好像搬到MIT 為什麼不選擇芝加哥 其實它很不合格芝加哥 尤其是Economics 另外芝加哥外面有人不知 芝加哥有個學生 學生很小的,只有二十多人 另外還有一間商學院 雖然大很多 學生是比較厚術和傳統 那些 behavior 的东西, 从来我们不太喜欢 即是不信的, 或者说大部分都不是 behavior 的, 但都是假的 只不知那些人不懂解释, 或者不懂用传统论来解释 于是有少少是比较保守的, 排斥 behavior 的东西 但是, 商业园就不同了, 商业园是开放少少的 尤其是他们做金融等, 你不说 behavior 的话是不可以的 那我们比较多了 所以他们做一些相对和 behavior 有关的东西 或者是刚才大师说, Atheoretical 的东西 你做 behavior 的话, 没有什么 theory 就是这样的人不知为什么 不如说回正题 我们可能很多读者都有上网看过不同的经济学者 在香港十多个经济学教授, 去说这些 有些经济学者写这些文章 我等一下去说他们写什么 他们当然都不知道自己写什么 当然是, 但我觉得那些是我们可以不说的 其实都可以简单说 他们主要说两个东西 有些经济学者可以连最重要的东西都不说 都说错 但我先听了Calvin 说 你觉得这几个经济学者 拿这个经济学奖 你第一时间的感想 或者你如何分析这件事呢 他们很值得拿 而且大家的行内都觉得他们始终会拿 虽然大家如何应用他们的发言 或者什么都要小心一点 那就是, 主要他值得拿的就是 因为他不是说他研究贫穷 或者研究发展经济 或者中经济 这件事是大家形容了多年 没什么新东西 没什么新东西 只不过他的方法 他的方法就是用所谓的 Fill experiment 就是真是落手落脚 去到一些地方 到窮人披养那里 做一些实验 所谓的Fill experiment 这个Fill experiment 就很不同 之前拿 因为做实验拿奖的 最早就是Vernard Smith 我都认识他的 Vernard Smith 那些实验 他最早做实验 就是60年代 都开始做的 但那些就在学校里面 跟一些学生做 这样的 他们这些不同的地方 就真的好像 所谓的 很强调做这些 Randomized Trial 就是说 因为有个所谓的 80年代 到最后 开始做劳动经济学 就是Labor Economics 就是其中一个最早的 一个Fill 是开始说 我们传统的宏观数字 信不过 最早最出名的一篇文 就是大家 你这里看过 就是Kyle Kruger 就是说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 就是传统经济学 最低工资 在需求曲线 你肯定要多付钱 他就请少人 所以说最低工资 是对劳动市场不好 就是这个说法 但是Kyle Kruger 就是写了一篇文 就是类似 做一些Fill Experiment 他不是自己下手 他都是下手 他就是打电话 给一些法产店 就说 就说看他 打了200多间 就是问一下他们 之前之后 我们好像说过 对 就由那个带起 就是整个经济学派里面 做Labor 或者是做相关的 开始用这种方法 就是自己去做那些Data 出来 自己用一些实验 去做Data 出来 那他们出名 就是他们真的 去一些落后非洲国家 去带了一群人 去跟当地的NGO 或者政府合作 然后就说 我想试这政策 是否效果 那我就说 就是随机选择一堆人 然后就给他们 就是给他们有这个政策 然后就做了一群人 就没有这个政策 然后就比较 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都是跟 李师傅 张五常 买鸡 买肉器 那些差不多 就是实地去做 实地去做 但是你给我看 简单说 我觉得有点像Taylor 因为Taylor 他都做很多控制群的实验 都是找两班学生 一班可能你会影响 给多些资料看 或者误导他 另外一班没有 那就是最后出来看 究竟受影响那班人 和没有受影响那班人 是有什么分别 那里面他们都说 就是RCTS 就是Duflo 和Benacci 他们做的主要方式 就是你有一个平衡的国家 有些地方 你可能会 例如我们说 给多些相关的药物 另外一部份 就是没有药物 接着你去对比 究竟什么时候给药物 不给药物 和可能早些迟些给药物 那个结果是如何 然后就慢慢找出 原来这个比法 是最有效的 这个做法 就是很多人引用 因为他就说 所有人都可以做 你只要Randomize 两部人 然后去做 其实所有人都可以做 我讲一下行内的事情 给你听 譬如我学校 我打工的学校 有一段时间 有几年曾经想请这些人 但请不到 因为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 因为是可以说所有人都可以做 但其实做这些实验的话 成本是很高的 就不是说好像传统做的话 有些政府的数据 我下载了 我有部电脑 带电脑 我通过电脑 就可以做了 很多数据 因为他们是自己收入数据 而且你要去到那些地方 那些学生 可能有一年里面 有半年去到非洲 那你就变成要 一来你要时间去那里 二来你要跟当地的NGO 或政府 有一个联系 合作 基本上 因为MIT有整个实验室 叫Poverty Lab 就是做这些事情 你不在那个线组里面的人 你不是那个党 或者派的人 你自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我可能拉后了一点 因为已经够了 我主要讲两个很重要的争议 其实他们很游戏的原因 就是他们都得罪了不少人 有很多人对他们的实验模式 都是很不满的 先讲了 因为他们有很多成果 譬如他会告诉你 原来在農民收成的时候 你先派一些防虫药 或者相关东西 他们就会买 很多政府很简单的想法 就是 总之给多些钱 津贴農民 農民就会自己可以自强 他说不会的 你给多些钱 農民 農民就是会买其他东西 就不会买一些必需品 一般我们的分析过略 但是他们就找了很多结果 就是发觉原来他们 如果满足了某些要求 譬如娱乐的需求 他们的钱就会搬去买必需品 因为他们觉得 奢侈品的价值是比必需品 他们就做了很多这些东西 所以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是有趣的 但有时解读也要小心 你的目标是想他生产力高一点 你付钱 即是不代表他开心 所以说農民负不上币 就是对 農民负不上币 但他开心了 结果当然引来很多质疾 我记得Hatman好像有骂他 Hatman骂了很久 当然他也骂Livitt Hatman和Livitt是仇家 他也骂Livitt是没有经济理论基础 纯粹是用一些实验去得出结果 其实实验得出结果 都是有经济理论的 未有 我还是不太介意的 可能Hatman那些觉得 要有了理论 然后试试理论 但另一个做法 反过来就是 我有了一堆结果 但问题是 他那些实验结果 有多可靠 有多容易可以generalize 可能他做每个实验都很贵 成本很高 做了一堆人 你多一个subject 多一个data 就多一堆钱 所以说 我只是做这一区 做这几百个人 有些数据 问题是 你可不可以把它搬去 另一个时空 另一个国家 或者是另一堆人的时候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我讲得太多理论 讲一个故事 很多年前 我们去报纸 去卖香港的中援 那位伯父 就拿出中援去叫鸡 那究竟中援叫鸡 他来吃早餐饭去叫鸡 那是不是更加有效的 運用中援的那些钱 就是他熬肚子 他都要叫鸡 对不对 例如他熬肚子 我很小时候 已经看到 那个人拿钱 我去看电影 那是不是更加有效 令他更加开心 还是要终合这些钱 当然 他有一个absolute value 他想少些人死 如果我做了一些东西 你是不会把那些钱 去救个小朋友 去洗其他地方 他便要想出原因 为什么你会洗在其他地方 他有两个做法 一是满足了你 在其他地方的原因 你便可能会救回小朋友 又或者反过来 原来你永远都不会 花这笔钱给小朋友 他便知道这些钱 譬如有药质 我刚刚看过故事 原来那些家长 是不信那些盐 所以可以救到小朋友 所以给他都没有差用 因为给他回来都不会 给他喝的 因为他觉得这些是没用 那你会想其他方法 令到他给他喝 但其实当然 还有很多东西 譬如Angus Stedian 也是刚才所说的 他是跟Tamon一火 他又觉得 就像你所说 他那些案子 在印度用得 就不代表印尼用得 还有那些案子 你也不一定 是没有排斥效应 其实其他的试验都有 譬如你给钱 那些穷人 你叫他去请家庭教师 那当然会请 但如果你给那些 本身的父母 已经在教育小朋友 你给了钱 他便不教 做其他事情便会教少了 更大的问题 就是他做出这些实验 都是一小部分去做 所以他永远被掌握不到 不可以整理整个经济 没有整理整个经济 即是没有整理整理整理 即是如果我只是给 两个小孩升大学 他将来找多些钱 那就有用了 但你给全国家的人都升大学 那就多了全国家的人上大学 即是有很多东西 即是可以帮指定的人 即是可以帮所有人 那你就会对工资会有影响 这种东西是有局限的 还有一样 其实我也是看其他 因为有些人是跟Deflo去做事 他都说 现在坊间很多访问 他们都很强调 他们很多故事都很感人 譬如我去那些微型贷款 我就发觉原来微型贷款 只能够帮到一些人 是选择多些 但不是真的增加他的收入 可以帮到很多小朋友 可以多读一些书 可以帮到那些药疾的问题 可以帮到那些药疾的问题 可以控制 但他说什么 其实你们永远都会选 一些成功的故事 很多背后失败的故事 和成本很高的故事 所以这个就是做医药 做医药的人 是给我们认证很多 怎样解释呢 譬如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是在医学里面做实验 他曾经在学校做过 在医院里面做过 现在是帮一间药厂做的 他让我看到他们 如何去设计实验的时候 是设计实验的时候 说好不同的可能 我会收集什么 data 会做什么 之后发觉结果不对 在医院里面做的 不可以在医院里面做 但是经济学家 没有那么均真 最麻烦的就是 你刚才所说的 选择性 可能问的问题 我发觉结果是这样的 不如再问多几个问题 统计学上 如何解读结果 已经很不同了 又或者你发觉 如果做出来之后 结果不是那么美 所以我们看的 永远都是最美的故事 然后跟Default做的人 他最后说 有些成本贵到 我不如不要做实验 直接把钱帮那些穷人 因为我教过重大 但这些超市 大家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 再谈谈Pool Economics